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威以及发起人汤小康 那我觉得像日本 在整个地震里面 繁范硕士做得这么好 也敌不过一个海啸 所以我自己看了 整个画面 其实是非常的心疼 因为夺走了非常多的人民 那身在马来西亚的我们 我希望说可以 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关爱 让他们感受到 其实在很远的地方 都有一班艺人 来传达一个爱心给他们 好 那这一次 我自己本身非常开心 因为在整个 录制单曲的整个活动里面 就是整个艺演的活动里面 有齐贤大哥的参与 还有齐勤 非常感谢他们两位 就是在百忙之中抽空 来录制这首歌 由汤小康补取的 Children of the World 将不公开售卖 汤小康相信 日本灾民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财务资助 反而是大家在精神上的支持 才是最重要 其实只是想一个单单简简单单的 一份关爱的活动 那我们并不打算说 发行任何的CD 去购卖或者是筹款 我们以一个比较 就让电子媒体 电台甚至是电视台 来去播放MV 甚至是播放这首歌 这样的方式来去关爱 让所有的听众朋友 听到这首歌的话 我呼吁大家 真的是有感动 就马上打电话去电台 可以捐款 歌手黄威尔 演员林静苗 李明忠以及王书军 也为日本灾民献声 我们捐的钱 不比富翁来得多 我们出的力 不比在前线救人的人 出的力来得多 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出力 我们还是愿意出钱 除此之外 我们还是有另外一种力量 就是音乐 把爱心注入在音乐里面 去告诉大家 这些灾民 这些难民 当他们害怕 当他们无助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在关注他们 我们都有在关心他们 不要怕 那么很感恩 一直在我的祷告中 就是希望可以为这个世界 做一点事情 那今天这个爱心 希望可以传得更远 加上去 不只是靠表演哦 原来我也可以现身哦 我虽然不会唱歌 声音不是很好听 但是我的声音是有力量的 希望我能透过我的声音 带出我的爱 然后献给全世界 很感恩自己 今天还能站在这里 是属于献爱心的那一个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呃呃就 有爱心 有爱心哦 献出他们的爱心这样子 Children of the World 预计将在3月28号 全马各大电子媒体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 参与的台前幕后歌手 以及工作人员 包括录音室 以及制作团队 都分文不收 为日本在民献上 最真诚的祝福 所有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唐小刚 呼吁大家 你的爱心 可以让他们感受到 你们的温暖 所以不要质疑 马上打电话 捐款 谢谢